我們請愛大帶我們來看看 剛才小姨有提到啊 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台不錯車 然後例如像年輕人族群的朋友 我想要有操控性 可是我又希望有一些使用的空間的話 Footer Focus Wagon就很好選 是 我覺得冠儀剛講的非常棒啊 就是你買一部車啊 不管它的優惠幅度是多是小 畢竟它得要陪你八年十年啊 所以一台車的Quality 也就是它的品質 它的耐用的程度 它的一個這個妥善率 甚至它是不是擁有現在最新的一些科技 我覺得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可能大家看起來差沒有太多 三年五年後啊 如果你沒有MATRES的這個LED頭燈啊 你可能就落伍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場我們看到這一部呢 就像這個冠儀剛講 這是福特 Focus Wagon 而且它是ST-Light Vignard的版本 所以呢它標準配備的就有什麼 就有MATRES的LED頭燈 你現在可能覺得說啊 好像有也可以沒有也無所謂 可是三年五年後 大家在路上跑通通都是MATRES 你硬生生你就覺得我車是不是差人一劫 現在消費者買車很注重頭燈 沒錯 因為跟安全有關 沒錯 它跟安全是有非常強大的一個 這個關聯性啊 所以啊 有時候你在看啊 買車不管優惠多優惠少 我覺得你能夠用一樣的價格 買到什麼樣的規格 什麼樣的配備的車型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啊 提供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的參考 那當然以福特的Focus來說 我覺得它是在目前車壇上面呢 這個非常多元化的一個這個車型 你看它有Focus的Hashback 它有Focus的這個Wagon 旅行車款的 那它也有這個Focus的Active 這個加高跨界CV的五門的這個跨界 那它有Active Wagon 也就是說同樣車身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接近CV 但是它又是旅行車版本等級 這樣子的一個規格 所以它算是可以滿足各式各樣 不同消費者的一個需求啦 那但是像我個人就特別喜歡的 就是這個 ST Lite Wagon 尤其是Vignard 因為它的規格配備 它確實是加上了非常多的這個好料 關於你知道 其實以講到優惠來說 你印象中福特Focus 大概會落在什麼樣的價格 九十一百 九十一百 對 可是其實它全車系呢 現在開始都有一個優惠的專案價 最低最低的車型 只要七十四萬九 你可以 你就可以買到福特的Focus 那它還全車系現在 通通贈送你什麼 大家現在非常喜歡的所謂 360的這個環境顯示系統 而且以這台車來講啊 它全車系安裝的360 都是屬於1080P HD格式 高畫質的一個這個環境 福特就是這麼高規格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用擔心 它會跟不上時代 但是你看來到車側的部分 怪你有沒有發覺 以這個C2底盤來說啊 它這一台車的車身 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它是所謂 與得同歸的一個懸吊系統 再加上它的煞車 也是高性能的煞車 在塗上的紅色的這一個 卡鉗在做紅色的一個塗裝 尤其是這個鋁圈啊 炫壓式鋁圈 炫壓的輕量化鋁圈 叫做ST的Edition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造型呢 是ST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這個在這車型上面 現在是標準的配備哦 你知道如果你要在德國 購買一個這個車的話 你想要這個鋁圈 不好意思 要加錢 要選配啦 要選配啦 所以這是我覺得 你買了這個車 你基本上不會需要有 額外的花費跟改裝 你可以擁有最好的一個設定 那當然啊 這個車現在目前福特的 這個Focus 以國產的版本來說 它是單一的一個這個動力 也就是這個1.5升的 渦輪增壓引擎 182匹的馬力 其實相當的足夠啊 也有24.5公斤米的扭力 那其實冠儀 我們剛剛聽到1.5升 你就知道這個優勢在什麼地方 稅金 稅金很省 一年的稅金是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塊 除以十二個月 每個月不到一千塊錢 也就是說 你一天啊 在繳稅的上面啊 排照稅燃料費 只要32.6塊錢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便宜 但我們還是要把這個車門打開 首先呢 以Vic9來說 它的內裝確實的這個規格 就是會比較高級 另外 第一個加上皮革啦 林格文的車縫線 紅色車縫線 座椅上它有紅有白 門板上一樣 它利用是這個白色的一個車縫線 那最大一個重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 這個360的環景的一個 显示 显示 显示系統 來 其實正常來說 它已經有一個非常大尺寸的這個 數位儀表對不對 那在中央你看看 一開機的時候 就已經來了一個 360度的這個環繞影像的顯示 幫你檢查一下 周圍有沒有一些東西障礙物 沒錯 我們常常在這個 所謂的安全駕駛上面 談到說你出門的時候啊 或是現在來考駕照 這個考試項目都要你去檢查一下 車前車後 有沒有什麼小動物啊 小朋友啊 所以你看到你一上車的時候 車子就已經進行了 360度周遭環境的檢測 讓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前面是不是有個花盆 你們後面是不是有個防撞改 旁邊可能有沒有腳踏車 甚至小貓小狗小孩 之類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點就已經非常的妥當 那當然呢 這樣中央這個非常大的這個系統呢 我們要怎麼樣進入360度的 這個環境影像顯示 其實在方向門上的返回鍵 長按三秒鐘 就立即進入了整個360度的 環境影像顯示 那當然現在在這個地方看到的是 這個車頭的部分 你點一下 你會發覺它有1234567 總共七個進位的顯示 很多不同的視角 對 非常多不同的視角 假設你今天是要往前 停車的時候 你怕撞到人行道 你就看前方嘛 對 你看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這個 接近180度的一個視野範圍 對 好清楚喔 左前離去右前離去都看得很清楚 或者是倒車的時候呢 一樣選擇180度視角 左後右後你都會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啦 這一個所謂的 鳥堪的360度四周圍 讓你看清楚 這台車的這個周邊狀況來講 是非常非常適用 尤其是在穿梭小巷的時候 在這一個畫面來講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車子 或是其他這個小巷兩車的 Auto bike 會不會有這種親密的接觸 那當然要返回原來的畫面 也是輕按一下 方向盤上的這個按鍵 就很輕鬆的 可以把這個什麼 360度環境影像系統 給它切回來 其實為什麼愛戴會這麼detail 講到這個360 因為在國產車裡面 很少有視角這麼多 可以切換的 沒錯 所以我特別的喜歡 它的七個視角 其中的幾個 是我特別拿來跟大家分享的 那當然這台車子 其實它的車長有4米6 它的空間相當的驚人 剛剛你看怪儀 這個我因為要跟大家秀 這個3.1 我把前座的後椅 挪得非常的後面 即便我挪得非常的後面 你看它的後座 還是有很好的一個 空間的一個這個展現 那當然這台車呢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是 它是全車系 都是這個所謂 keyless的一個這個選項 在Vignite版本上面 也有這個主體感應式的電動尾門 那很有趣的一點 你看到沒有 以休旅車的空間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它的行李箱底板高度 也來的更低了 對不對 所以你進出這個行李啊 搬運各式各樣 騎型貫裝產品 相對而言都來的方便 那又擁有轎車的操控 畢竟你知道C2底盤 它衍生出來的車型那麼多 甚至連那個庫改 是C2底盤衍生出來 所以它科技面向包含了 它的這個電子式的轉向方向機的系統 更加的靈活 新的電子式的大車 在軟體硬體上面跟底盤 整個相結合 都有很好的一個操控表現 所以這個車子 為什麼它的強項優勢 就是你看車身尺碼適中 空間表現好 操控又靈活 然後又安全 這個就大家不用擔心了 抽間表現又足夠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行李箱 我個人很喜歡它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其實平常你可以看到 它是乾乾淨淨 非常的平整 因為其實我現在把上面這一塊 所謂的行李箱遮板 收納到的是它行李箱下緣的部分 有 很多時候 很多車商都打電話是愛戴 上次我們去你們電視台 錄影的那台車子 後面那個板子忘了拿回 因為我們要展示後線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會把板子拆下來 那它沒地方放 沒地方放了 所以就放到隨便一個地方 最後都忘了帶回去 你看 這個常常不僅僅在我們攝影棚會發生 也就是說真正消費者 也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這個Focus的這個Wagon來說 它就有一個固定的收納的空間 這一點 非常好啊 就很貼心了對不對 你就不用畫在你家 或者是你要把它藏在哪裡 那其實它這一塊底板呢 是也有所謂的 它有多功能的折疊 多功能的折疊 再加上它有一個地窖 哇 這個我喜歡 對對對 所以它可以收納一些小東西 然後也不會造成行李箱的凌亂 那你也可以把這塊板子 整個給它立起來 所以當你要整理物品的時候 就很方便 對 沒錯 我們常常為了要拿 這樣這個地窖的東西 像我自己那台車就是 我是怎麼拿 你知道 我是用頭頂著這一塊板子 我是不是看到真的有些人 然後才能拿東西 那當然在Focus的Wagon上面你看 它板子只要折起來收納進去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拎你的這個行李箱裡面 這個你要取放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來講 是非常的貼心 對 沒錯 開FocusWagon有型 而且有個性 這是旅行車很好的一個選項 謝謝艾丹 那麼接下來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非休旅車不買的 我們來看看福特的KUGA 大維哥帶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我們說 如果在國產的休旅車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要論操控 要論產品的本質 以及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買到物有所值的 應該就是KUGA對不對 絕對是KUGA 而且KUGA在今天 我剛剛小葉也講 現在這個競爭態勢這麼強烈 這個市場上大家都要進展 先去比價 去看誰便宜 我才會決定是誰 但是你來到福特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他現在 他的價格真的每款都是甜蜜價 像今天來到現場的這台KUGA 我覺得跟旁邊這台Focus Wagon比起來 我覺得是毫不遜車 為什麼 因為有人喜歡Wagon 但是有人就是要開休旅車 對 是的 要開休旅車的時候 那當然很多選項 因為中型家庭SUV 在國內的確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市場 而且競爭非常的精力 但你會發現 有些車款看起來就同質性 就是走得很近 然後有的就走價位路線 但是Focus這款車 他在市場就很特別 他走的是 我是正統歐歸出身 也沒有其他對手 可以跟他校正 沒錯 所以在市場上 你可以看到 他始終有一個魅力在這邊 那當他價位這樣做一個調整 調到一個優惠價的時候 我告訴你 市場上 包括我跟愛達上次 車子我看到車子 我們都覺得 其實如果我們就 在這款KUGA上面 我們找到了一個車子的價值 像今天現場來的這款是 KUGA裡面 兩款動力 五款車型裡面 最高規車型Vignale 而且它是ST-Line的 對 除了運動化之外 它還給你很多的 精品級的這樣的飾調 我覺得它魅力就在之於 Vignale是過去 義大利的一個精品品牌 然後福特把它收歸起來之後 再過去他們並沒有把它說 我要怎麼做 後來把它在歐洲的時候 它巧妙推出 像Focus的Vignale 或Mondel Vignale之後 大家眼睛一下 大受歡迎 對 原來 這個車子只要稍微 把Vignale精神放進來之後 這車子變精品了 像今天這台Vignale 就是這個福特這裡面 像我們現在有看到的Focus 像這KUGA裡面的 少數的Vignale車型 如果你看看它車頭 哇 這個V字型 破亂上的全渡隔水箱罩 配合它L型的渡隔的釋框 車頭看起來 就超級有精神 超級有那種大板的感覺 對 而且有一個精品感 對 就是等於說 等於朝向比較豪華一點的 氛圍前進 那我們再往側面看 Vignale它用的是20吋圈 因為KUGA裡面 最大尺寸的20吋 而且雙色 配上的輪胎 也是馬牌的PC6 這款輪胎也是評價相當高 它推出的時候 它比 這個雨天的性能 或者是山路性能 抓地裂等等 它都是高度評價的 所以說一款國產修理車 來用著好的胎 用著好的圈 當然你可以看到它 它對它的性能 可以在它的輪胎上 可以看到一個重視程度 當然 像它的車內的部分 我特別打開它的後座來看 你會發現 座椅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可以 它有一個 中間一個斷叉對不對 我們可以的吧 座椅呢 做一個調整 就是說等於它的座椅 可以前後進行滑衣 對不對 Vignale也是 KUGA車系裡面 它有一個客車版本的 所以客車版本 它讓你就是說 讓你後座可以做調整 椅背調整 或這個椅面的長度的一個 就是這個長度的調整 而且你看 它可以調整的空間 還蠻大的 這絕對超過 差不多12公分 15公分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椅面的材質 它用上是WINSA皮革 而除此之外 加上它全景大天窗 用的也是一個米色的頂篷 而且我還要補充一點 它前座 在250 STI 我記得它是前座10項 副座8項 在這台車上 它前座全部都是10項 的調整 電條 所以你的泰座大人 坐在旁邊 他也是有10項 對 很好 然後它的駕駛座 還有三組技衣 這三組技衣 讓你可以說 你不僅是 不僅是自己 包括泰座 他們都可以很方便的 找到自己要的位置 所以在這台車上 你會覺得說 它裡外都對消費者 有一個很尊重的感覺 尤其我們在看到車尾 車尾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座椅字樣 所以在車上 它有多少個 VINALE的那個綠色呢 就是剛有看到 我們這邊 在外觀上面 光是這兩側跟這後 有三個 對 有三個 可以看到 其他你坐進去 是那種氛圍 包括它座椅 頭枕 對頭枕下方 就有一個VINALE 包括像它的行李箱 有隱藏空間 對 用料非常好 嗯 面控尾門等等的 這些都有的 這樣都到位的情況之下 你說 KUGA在市場上 你要買車子 你假如對於 你自己說 我要有一個開車的感覺 我要開起來 我有爽度 我開起來像歐洲車的感覺 我看大概就只有KUGA 可以選了 而且我常常看到 很多的消費者在討論 他們說 一般通常會買休旅車的 當然是車內 載的都是家人 對 他們更在乎的是家人的安全 那因為它在安全上面 譬如說 它整個的車體 都是用大量的膨鋼 這我們也看到說 真的是 開KUGA的人 都會覺得說 的確是給家人多一分保障 這個很多東西 不是說我在規格上 就是可以 光是比較規格 而是在很多路上的一些體驗 經驗上 我發現原來KUGA 在某種程度上 它很扮演這種 家庭的護國神山 沒錯 這種難得的這種 你說我當然不希望 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但是當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就發現 有些車子 它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它的價值就是在這裡 對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真的想要選一台休旅車 而且你是要百萬的性能休旅的話 除了福特庫嘎之外 我們幫大家抓出另外幾款車 一起好好來比較 早上 我們在恐龍等 這個月前 學習 是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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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